读好书 长智慧 人生更丰富 大家好 我是普里图书馆志工 萤火虫姐姐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 是永远的灵格伦 起先我不知道灵格伦是谁 可是当我知道他是长袜皮皮的作者的时候 我就非看这本书不可了 这本书是由信家慧老师 他怀着敬意 实地探访瑞典而写成的灵格伦自传 在这本书当中介绍了灵格伦的成长史 还有他为瑞典所做的一切 而宁格伦他是谁 告诉你 安徒生之于丹麦 就如宁格伦之于瑞典 所以他真的是瑞典国宝级的作家 他的贡献不只在儿童文学 而且在对整个社会的议题 如果他觉得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候 他都会挺身而出 这本书还特别介绍了一个宁格伦乐园 那个是所有小孩子的最爱 看看喔 这里还介绍了宁格伦乐园 他是按照长话皮皮的乱造造别墅 而盖成的一个村庄 所有的小孩到这里一定是热翻天 那这本书的乐趣还有非常的多 等你慢慢慢慢的翻阅它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会